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那微辣方面發生了一宗轟動中廣澳的前經理人離世事件, 令到他的Youtube和IG的粉絲開始急跌, 我們就睇吓他到底跌了多少, 和網友最關心的是什麼呢? 這數據就在香港01月報道看到的, 我們一起睇一睇。 到7月28號, 其實微辣的Youtube頻道已經跌了3萬名的粉絲, 他的官方網站也是一夜之間變了一片空白, 其實本來是404來的,後來直接整個關埋了。 我們睇吓他的Youtube追蹤人數, 其實現在看到7月28號, 是有71萬8千人左右, 是由原本75萬就跌到下來的, 跌了3萬多。 如果是IG, 就由原本的56萬就一路跌到52萬, 都是跌了有挨近3萬這個數, 其實都是不低的。 如果是根據他們所鋪出來的數據顯示, 在7月26號到28號的網上的鐵文, 包括Facebook,IG, 同時討論區一共有376篇主題, 和1.6萬個回覆, 這個結果顯示欺凌指控, 就有阿貞墮胎之後患上抑鬱症的情況, 是被人看得最多, 最多就是有一個欺凌, 抑鬱症,自殺, 還有家聰女朋友兒子, 跟著最後就是搶卓, 至於薇辣的成員裡, 到底哪一個人的負評是最多呢? 其中原來是6毫子,卡特和主持人, 主持人就是Jerkin Low, 他的負評是最高的, 特別是這個主持人, 是沒有人對他有任何正面評價的。 現在就疑似和薇辣各隻Fogger, 他的負評就比較少了, 至於IG方面, 其實除了Fogger之外, 其他普遍的人都是跌著6千, 到達1萬左右的追蹤數, Fogger還有升了1,600人, 這個猜不到, 其實由這個大數據都可以看得到, 其實現在薇辣基本上和這個事件有關, 每個人要翻身可能都很難, 因為今次的事件是比之前在香港所出現過的雪衣事件, 史萊姆事件, 還有新年事件更加之惡質惡劣, 甚至現在去到29號, 在連登討論區那裏仍然是有不少連登仔在追擊著薇辣他們, 而且可以看得到他們都很用心去做追擊的, 現在他們是開始找到和薇辣相關的店家廣告, 做了一個清單出來, 其實之前跟大家說過, 跟什麼人鬥都好啦, 千萬不要跟連登仔鬥, 就玩他們不過的, 再加上這件事件, 是一個這麼惡劣性的欺凌, 其實是很多人都看不過眼的, 那到底薇辣還有沒有機會復活呢? 以現在這個數據來看的話, 估計他的Youtube或者IG追蹤人數, 應該都是割跌5萬左右就會跌定的了, 他應該就是想Youtube的人數保持70萬, 和這個IG的人數保持50萬左右, 但是之後這個薇辣的負責人6毫子會不會出來有些什麼說呢? 就看看這兩天怎樣發展啦, 好啦,那今集跟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